哈嘍同學 歡迎收看ASEP凱顏數學 函書的後面 有種入口啊 出口的提醒 附圖呢有甲椅兩部 結合在一起的電動玩具 好 非常無聊的電動玩具 你看完一定會這樣講 這是一個非常無聊的電動玩具 fx的方程式叫做 1x gx叫做4x-5 好 第一個 他說如果我從入口 投6圓 6圓進去 那什麼叫做投6圓進去 也就是投6塊在f的肚子裡面 那會生出幾塊 會生出3塊嘛 對不對 因為2分之1乘6啊 把它寫完整一點 它叫做2分之1乘6 所以你會有3塊 那你這3塊在進入誰的肚子 g嘛 所以g3就等於多少 g3 3是12 12-5 會突出幾塊 7塊 好 所以如果真的有這種玩具 很無聊啦 但是還不錯 因為你投6塊會賺7塊 對不對 就這樣投而已 好 再來 第二個 如果我今天在入口處 出口處得到3圓 你今天的出口得到3圓喔 也就是gx出來的答案是3圓 所以別忘記了 gx的答案叫做3圓 那我入口要投幾塊呢 好 不管 先看一下這個x是多少 gx的3塊錢等於4x-5 所以x先算一下 丟過去8除4 是2 好 也就是f吐出來是2塊錢 所以f的x它吐出來是2塊錢 所以我當初的輸入是多少呢 好 等於1分之1x 所以你先算了一下x就等於多少 4塊 對不對 1分之1丟過去變成乘2嘛 所以4塊 所以第一個答案 出口處會得到7圓 那第二個答案 我今天在入口投入4塊錢的時候 出口會得到3圓 所以你並不是投任何的錢 都是賺錢的喔 你只有投6塊 會賺7塊 但如果你投3塊 跟著你投4塊 你其實只會得到3塊喔 OK